第1條捷運 好呦 那個David 我知道說現在胡志明市啊 基本上已經在建造第1條捷運去 預計是20 我之前聽說是2019年會通車還是2020年 不知道現在的進度是如何 大概預計是2019年之後會通車 那是以一年的時間 那預計是2020正式開始 哦 很好很好 這兩年就有捷運了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那個就是 在捷運第一條線 基地的一個位置 那下方會做成捷運 那上方的話已經做成A級的辦公室 那同樣它的建商 就是我們現在站在的位置 是BITESCO Group 所親手打造的 就是他們打造他們這個 胡志明101的這個建商對不對 哦BITESCO 它那個也會是地下聯通的概念 也是地下聯通 那它右手邊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可惜的 中央市集 對 Bintang Rocket 冰城市場 哦 好啊 那你剛剛有講到說那個捷運線 我們剛剛從Bintang Rocket第一站 延伸過來的 第二站是 Opera Opera House 對 然後第三站呢 第三站大家就可以看向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我們在2016年 2017年 在這個市場上的樓王 叫做Bintang Golden River 那它算是一個 越南地堡級的物件 當時的開價大約是 3500到5000塊美元一個平米 我估計啊 3500到5000塊那時候 市場其他地方行情大概多少 大概是維持在 1500到2000左右 就2016年那時候 對 那今年呢 在市場上的開價大約是 就是來到已經6000塊行銘金一個平米了 那當時買的人不就賺翻了嗎 對 所以平均在這個市場上的一個 增幅的空間 每年的房價 大概是15到25% 太認真了 因為我們GDP長得太多 那我們再看到第四站呢 第四站就是直接從 我們Bintang Golden River的下方 然後開始做地上化了 到 冰炭區這個位置 那 冰炭區的第四站呢 就是位於在 Bintang Central Park 剛剛看到的 Central Park 81的左手邊 就會是他的第四站 那 非公Central Park呢 在今年的一個價格呢 每一平米大概是來到 2800到3000美元一個平米 那 接下來的第五站 捷運線的第一條 第五站之後 就通往到第二郡 淘定的一個位置 那 在淘定這個位置呢 現在平均的房價大約 好比說 比較知名的健康 像松丁爛的健康 GW 現在的價格大約 在3300到3700美金 一個平米 對 我有一個問題 那有什麼 像你剛剛講 我們從鏡頭這樣看過去啊 像冰炭那邊 Central Park 密度很高耶 他們入住率高嗎 他們交屋多久了 其實也是去年 去年底的時候交屋的 對 但是對於現在市場上的 入住率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太誇張了 這一年耶 你知道我們 中北市的三峽 那個林口的新市鎮 入住率要住滿 那個花了七年 是啊 相對的 因為對於他們市場上 現在周邊的一個 胡志明市以外的居民 現在紛紛到胡志明市 開始找就業機會 三成鄉化的發展 他們相對的會需要 非常大量的一個住宅需求 那相對他們的人口 也比我們台灣多了 快四倍多 對啦 因為他們差不多一億的 我問一下 像你剛剛有講到 Golden River 跟Central Park 這兩岸的 他們的買方 大部分真的 Owner 他們是Local People 還是都是Foreigner 其實因為在 越南胡志明市場 那有所謂的 海外人士公布的 法定跟限制 那海外人士最高 買的層數 也就是三成 假設一個社區 有大概一千戶 那海外人士最多 也就是買三百戶 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的居民 也都還是 以當地的位置 明白明白 哇真的很誇張耶 Local的Bi-Import 很強大 你剛剛直接講到 那個 到第二郡的部分 接下來呢 今年在2018 2019 20 甚至2020 所有的議題 大家在這邊都看到了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區域 叫做首天區 也就是大家相比 跟上海所謂的外灘 那在外灘呢 浦東新區 浦東新區 對 那浦東新區 這個地方的 目前有 會在今年開案子的案子 會位於在 剛剛前面看到的 這棟建築的 左手方 是鬆天爛跟 Hom Kong 那一棟 有點水泥牆 對 清水魔建築 還沒有蓋好的那個 一起打造的案子 那目前案名 還沒有特別的明確 但是 預計會是在 今年的八月初開盤 那現在 預計 估計的銷售價格 大約是在 四千五美元 到五千塊美元 每一個平米 明白 這樣子一個價格 那如果呢 幫我們補充一下 鬆天爛它的 背景是從哪裡來的 也是外資嗎 鬆天爛它的是 內資的一個公司 但是因為 對於他們在 所有市場上的 設計跟需求 都會是偏向 服務以及設計 海外人士設計為主 對 所以大部分 他們會其實 是西方的一個文化設計 對 明白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 就是在 首天區的 比較 外圍 後段班的一個位置 那那邊現在呢 比較知名的案子 就是所謂的 New City 那New City 這個案子的 開發商 也是Local的建商 那叫做 那它過往呢 它是 做 基礎建設 起家的 所以它對於工程建設 以及營造 對 是相當有經驗 那在內區的話 現在的 平均單價 是大約是落在 兩千八到三千三美元 就比較後面一點點 對對對 那邊它前面也是 未來的捷運線是哪一條 對 那捷運的第二條 預計現在是拉往到 從機場拉往 第一到第一郡 再來通到 否天區 那剛好在 New City 以及 未來剛剛所講 在八月中開盤的 這個 松天彈跟 框框彈 結合新手打造的物件 前面也可能會有一站 但是目前還沒有正式的 Finalize 二線捷運會拉到什麼位置 那再來通往到 New City後面之後呢 會有在捷運二線規劃的 最後一站 以及拉到東邊 東南邊的港口 這會是捷運二線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New City的右手方 就是未來所有的 胡志明政府機關所在的一個位置 那現在相對的在那個地方 有一些建案 Vistava Day啊 或者是 Falice 這些 就是也是知名的 新加坡集團 Capital Land 所打造的物件 那現在在那個位置的物件 價格大約是 兩千八到三千 就是 未來的市政中心 對 未來的市政中心 對 那 對於整體的發展 在首天區總共有 六百多公頃的基礎建設 那這些都已經完全在 2009年 已經徵收完畢 規劃完畢了 現在也分配給 所有的建商 會陸續開發 完成 非常感謝David 今天在這個 武師樓 給我們帶來這麼精闢的一個 導覽 那我覺得 好像 除了喝咖啡以外 更有一些收穫 David來這個 越南 我知道你是原本在台灣 都是做越南野舞 到今年也多少年了 大概快三年的時間 三年多的做經營防禮 所以你應該感受很深刻 感受到這個市場 對 變化非常的大 就算每三個月來 感受到非常的大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 通常這邊local人 看到你的時候 會 第一想跟你講話 是越南話還是英文 對其實 現在 搬到這裡來 其實才幾個月的時間 大家已經把我local話了 那大家直接就是跟我講 越文了 所以這造成你困擾嗎 沒有 感覺到非常的 融入這個社會 這個團體 這告訴我們 你的越南話要好好學 好嗎 是是是 好啊好啊 今天謝謝大家 這不是在武師 武師囉 跟大家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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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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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